加热铁板滋滋作响 放上彩虹尊鱼 煎到肉色变白 要吃到地德式口味 配菜可不能马虎 除了有嚼劲的 德国进口马铃薯 淋上的白色酱汁 更大有来头 德国进口的辣跟小辣 它不是很特别的辣 它不会该出那个鱼的味道 一身黑色厨师装 配上清爽发型 他是来自德国的Michael 家里三代都是烘焙师傅 德国的文化不是啤酒而已 不是猪脚而已 我们有吃鱼和白酒 吃三明治 吃派桑 吃锅饼 从八百万起家 在台北开了三家分店 最高月营收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万 一年营收甚至突破两亿 这过程并不容易 成本托子很多 阿伯来他有面包就在桌子 说这个东西这么吃 硬棒棒压着怪断掉了 等等说骂一顿 八种新鲜食材 层层叠叠叠 美奶滋搅火咖喱粉 店内圣诞县订餐 番茄蟹肉千层派 好吃的秘诀就在这儿 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的黑猪 猪的酸 有一点点甜度在里面 这个是天然的 葡萄留下来的甜度 番茄高温水煮去皮皮出新鲜味 吃下去是觉得它的东西很新鲜 只要收支打拼就准备开分店 Michael要将道地的德国味 在台湾各地慢慢发酵 动物森财经新闻 翁子元李昂丽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昂与台北报导